每天也不知道吃什么 今天又吃面条 不过今天的面条有扫子肉 这是陕西特色的扫子肉做法 我婆婆是陕西人 她们吃了一辈子扫子肉了 做这个特别在行 妈你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肉的做法 扫子肉做法也特别简单 和这个鹿肉差不多 一样的 切扫子肉的时候 切扫子肉的时候 把肥肌放在里面 炒的时候过里放在里面 先把肥肌放在里面 再把手里倒在里面 放这个小火满炒 炒就可以了 扫子肉做好了 看起来是挺香的 这个扫子肉做的时候 小火煸炒之后放调料 放料酒 然后粥肉的香料 还有香粉 花椒面 酱油 盐 然后小火 焖上20分钟 就熟了 我妈现在开始在切 搭汤的菜马 等会就做成扫子汤 这是鸡蛋饼 等会就切成漂花了 现在切点水煮面条 大伟现在帮忙洗点青菜 冯婆现在准备搭扫子汤 先在锅里放点油 放点五香粉 现在放点醋 放点酱油 放点盐 把韭菜和鸡蛋饼 切成丁 然后放汤里做漂花 今天做的是软面 等一下大伟跟冯婆一起拉面 咸咸饼 味道 牛肉 水煮面条 水煮面条 咸咸饼 血糖有点高 毕竟她说这两天血糖有点不合适 就少吃点主食 然后吃点粗凉的和辣 和辣 和辣配上扫子的汤底边 扫子汤里面有刚才炒的菜丁 鸡蛋饼花 木耳 这碗汤和辣看起来挺香的 今天新做的扫子肉特别香 然后放点炒的菜丁 搅拌一下 好多人说 我们陕近人吃面 怎么不上餐桌呢 因为这个面条 把那个菜马 肉都已经拌好了 所以就 坐在这里 坐在客厅还能看好那些事 有的时候还都能吃呢 我们在冯葱的时候 把面拌好之后 就去那个马上吃去了 家门口 家门口的时候也没有正常 都冬在家门口吃 大家都看过 白鹿园这个电视剧吧 就像里面的白家圈呀 黑拔他们也都是 经常拿一碗面 蹲在这个地下吃 这陕西人的特色姿势 扎龙从而吃的时候 还穿门里 就把外饭带在这里去 这样造一个两块的地方 说说小小 说这两次 又是小吃饭 面小一会把菜 小小都摆在里面 是小小吃 好 好 好